这两天啊,这几天就是我快乐的源泉 天天给我笑的不行不行的 这两天,抖夜你们都看了吗? 看了! 身见一个啊,特别高兴啊 久南老师您好 我一直是樊肖堂的男粉 我一直是樊肖堂的男粉 感谢您让我重新找回做女人的感觉 久南,你来南间我请你吃香蠢头 怎么样,这是我说过最贵的情话 还可以顺便去我们医院宾做个免费体检 哦,忘了,我是一个妇产科的 久南,今儿早上起起床 看着我们家狗,看着看着我就泪眼唾唾 想看你,想着为什么你不是我们家的狗 然后越想越伤心,我就输了 久南给您说个事吧,给您写这副怼点 怼天怼地,废自己,处处留情,打猪蹄,横蹄,到底爱谁 最后一个,啊,这个我觉得写得特别好 久南,今天教师资格是输成绩了 很幸运吧算是 通过了,看着自己的成绩虽然不是很高的分数 但还是红的眼眶 想到自己备跑时候的状态 那个时候真的是每天都在崩溃的边缘 每天支撑下去的勇气和动力 就是看德云社的演出和德云社的日常 每天看出刷题天天如此 我很感谢德云社,我会一直陪伴德云社 我们也谢谢这个观众啊 我觉得现在也是,大伙子 你说来到我们剧场啊 那我们哥俩为您解决生活中什么困难的事 解决不了,但是我能保证您进来 这两三小时,我们这哥儿里能让您开业心心的 出去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态度 去面对您生活中这些不高兴的视角 对吧,现在这些观众我看都是小姑娘居多 这一屋能有二十个男子吗 这几个大哥呀 你们几个大哥,看不清啊 撒大哥撒你 你们这是四个大哥吗 四个大哥 你要四个大哥把你撒给我配好了去 给撒大哥玩儿女拍 新观众多一些,有什么想问问题吗 女匪聊聊天 没有 没有 那边你观众问什么问题 我想问你们的问题吗 是不是 我想问你们都是,你们都是 你们是不是都是学生居多一些呀 是 不是吗 学生 我能问你们怎么学什么专业的吗 学校 什么东西 人力资源管理是人饭吗 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吗 什么东西 搓导师 不是 搓口 搓 搓广 搓广 什么职业 进房间 发火 把火车道 这是什么 这是发火车道 还有什么 筷子 什么 筷子 筷子 你也说这是筷子是不是 你考试是叫筷子资格责的吗 他们都提醒了 许格证许修了 三千八百七十六乘以五千八百四在这儿 什么东西 好多 什么东西 好多 真的听不太久 好多 也说 也说好多人都同时说这儿 长得丑的先说 安静了 什么东西 心理学 你跳在心里想的吗 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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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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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美 什么 能接会儿啊 你说吧 什么问题 怎么得到你 怎么得到你 这个问题特别多啊 怎么得到你 还有什么问题 怎么得到你 还有什么问题 虾搭词都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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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挺好的 虾搭词也不能叫虾搭词 虾搭词 我对观众朋友们太热情了 有时候觉得演员呢 做的好玩就会喜欢那个演员 我太跟着活动 首先说 观众朋友们要说 乐意多 大臭乐意接我的虾 乐意接我的虾 首先第一点是喜欢我 对吧 你不能说我讨厌你 我乐意跟你聊天 不可能 对吧 什么东西 这就属于夏大厂 这就属于夏大厂 哈哈哈哈 这个东西是 我就看 我这个特别看时机 特别看你说 有时候搭词搭得好 全场观众都特别高效 搭得不好 他自己也尴尬 我们也尴尬 对不对 是不是 没有什么看 但是希望 我觉得我们无所谓 就是你要是搭词的话 他可以 就当时热闹闹的 挺高兴的 对吧 再说一个演员 你上台演出 观众说 这个 不管说什么 你要接不住 我觉得你没有什么实力 对不对 说什么都得能接上来 对不对 但是尽量少说话 哈哈哈哈 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说 后台还缺女朋友呢吧 哎呀 你们每一别 你们你们都能小心 你的目的就是这样 是不是啊 终身免费 终身免费 行啊 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说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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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乐于吗 大哥 你也可以是不是 你也走吧 哈哈哈 哈哈 要是咱仨去吃饭怎么样 大哥 什么 喝呀 咱们能不能喝酒吗 喝喝吗 什么大哥 什么 你跟谁来的问问 你跟谁来的 到时候几个女朋友 行 咱们一块吃点 你们几个商场谁掏钱 哈哈哈哈 还不想花钱呢 啊 我来不给你去呢 一个男的再七个女的 谁让你吃不好呢 哈哈哈哈 还有什么问题吗 哈哈哈哈 我给甜妓洗辣碗 我疯了 哈哈哈哈 我给甜妓洗辣碗 我疯了 啊 什么东西 飞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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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给甜妓洗辣碗 我给甜妓洗辣碗 没有买到票 然后偷偷在 原来的洞伯马街是你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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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还还还还还 就是了 就是了就是了 是你吗 不是 不是没事 你又给我发这件 然后呢 她有没有再给我发 他没有他应该没看见我读的这个可能是吧 然后呢 呃他应该不知道因为什么呀 他我读完那个时候呢 私信爆了 哈哈哈 那天那个抖音发生就已经爆了 我每天 比方说10点过到10点时分 正经一百多条私信 而我以后来翻我翻好儿子出来 然后我就没有再找着这个姑娘啊 哈哈哈哈 因为我 啊 这两天我在门口偷听吧 他也没发现干啥是他 哈哈哈 我觉得私信这真是有时候挺逗的 就是挺逗的 我特别搞笑 啊门口给你聊天给你签好别人什么的 就难道我签一个考研成功吧 我连出动都没毕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考完成功啊 还有还有什么吗 还有什么问题 你可不可以啊 你可不可以吗 为什么呀 哈哈哈 你这都是假的 这都是假的姑娘 你看他老当真的 这都是闹着玩的 不可能 那是我师弟 我好师弟 对不对 我能真打他吗 能 哈哈哈哈 你越爬爬的越爬的 哈哈哈哈 怎么能啊 欺负定的 小凡小灯多可爱 你都喜欢凡小灯啊 这样 这样的就这样 这样来看我们 我们再商量好过 那翻场的事情 对不对 你说这样的 你想听什么 自己都忘词 对不对 刚才还让我问的 我说我说你能不能唱一下 我说我能拿手机 是看词唱 我说不就行 到时候我都看了 为什么 没得聊了 没得聊了 你看什么 没得聊 他们只要是小凡唱就行 是不是 对 我跟你说别的 哈哈哈哈 小凡也十个人堂 特别可爱 当初面试的就是 大家都是我师傅 郭泽钢鱼签 对对对 反正到厂面试 那个师傅问他 哎 就这一脸包 就这个 哈哈哈哈 你干嘛来了 郭老师 选项 特别选项啊 啊 选项啊 那个 听我这样啊 听我能不能听我 就想就我选你 郭老师 今天听你这样 我一天回忍都睡不着 我爸还选你 我妈也选你 对对吧 听我约翔老师这样啊 没有 哈哈哈哈 你说假的 他怎么买是这瞎话啊 买是这瞎话 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 你说怎么弄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哎呀天哪 我什么样的女生都不行 不是 我说你一上回老问他 我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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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九成老是这样的 你没打关我 哈哈哈哈 我说实话 我挺像我师哥的 人家结婚有自己的孩子了 对不对 我我早就 你 你 爸爸 小老师 我让我说啊 我觉得我觉得嫂子挺好的 嫂子挺好的 给我师哥的哪 好了 我觉得嫂子哪好啊 给师哥生一孩子 哈哈哈哈 生一孩子 这都是 家庭幸福婚姻没买 我觉得一个女的要是喜欢一男的 给他生一闺女 哈哈 咱们来生一闺女 闺女 可人啊 小棉耳吧 哦 男的四十岁的时候 我落着撒娇 爸你别抽下来 你别拨酒了 你穿秋裤 你得注意保暖 你别熬夜 注意养生 关系 这是闺女 要恨一男的呢 给他生一儿子 呦 这样儿子就好 太多了 跳小骂劲了 我要结婚 我要钱 买房买车 你给我找份上 老儿子 老儿子 要特别恨一男的 给他生俩儿子 两份钱呀 哦 你要是恨他刻苦铭心的话 给他生个别人的儿子 哈哈 哈哈 桃梨 芳菲 芳菲 梨花 极 啊 怎比我 枝头 春意 那 少不 要 演 那 李 芳菲